第2511章再次合作 李大才其实很强 但是他哪里会料到 自己会在区区一个兵界栽了跟头 哪怕 他遇见的是一位化新大圆满 他也可以拖延一阵 可是 虚空倒数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大数 别说韩非现在境界无限接近化新大后期 就是韩非还没化新 这虚空倒数一出 李大才也得栽 半日后 李大才似乎悠闲的从一季中出来 这会儿 几位开天境强者 纷纷围拢过来 大才哥 怎么样了 你进去这么久 想来探查的要比我们仔细吧 李大才微微昂着脑袋道 这一季的确是屁海境可以探索的一季 其中资源不少 这样 你们几个给我死死封住了 任何人不敢闯入一步 带我回去秉明详情 召集更多的人来 包括你们自己 谁敢再进去捞宝 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事事事 大才哥放心 我等自然不会再踏入其中半步 李大才微微点头 如此便好 放心 有哥在 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好的 对了 来俩人跟我回一趟石荒者之城 韩非之所以要让傀儡李大才 主动走一次石荒者之城 是为了看看这传送阵 因为从石荒者之城到这兵界的距离 其实很远 一个传送阵就能到 这让他很是好奇 群着李大才的记忆 当李大才在迷雾中开启传送阵 发现有些意外 道文转刻阵法 旨在其次 他还感受到了一种比较熟悉的力量 星河 是的 那是一枚炼化后的星河 这传送阵 竟然以一枚星河为核心驱动 所以可以爆发超远距离的传送 韩非眼睛一亮 直呼学到了 第一次发现 原来星河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用处 因为有星河作为能量动力 所以仅仅一次 傀儡李大才就从兵界回到了距离石荒者之城 仅有一个时辰不到的地方 这传送阵 应该是可以直接传送到石荒者之城的 但可能是为了防止兵甲出现什么变故 或者石荒者之城耳目众多之类的 所以传送殿不在城内 一个时辰后 知法营深处 魁伟李大才直接来到赵洪荒这边 作为尚且具有意识的魁伟 李大才一如既往的产妹 洪荒大人 经过属下的仔细认真的研究 兵界新出的那处遗迹 可能是兵界目前为止出现的最好的遗迹了 那里似乎在上古时期 被蒸发过 外围散落着不少残破的宝贝 截界内 属下进入截界巡视了一会儿 危险性颇高 属下估计 若处理得当 死亡率可降低至两成 高还是高了点 但好处也相当的大 估计可以让批海靖整体实力上一个台阶 赵洪荒并未发现李大才的不同 而是微微皱眉 两成死亡率 李大才连忙到 大人 起先探索那一季的 都太大意了 现在一季外围的情况已经被摸清 基本就可以忽略伤亡 而重要的探索目标 还是一季内部 当然了 属下以为 可以让人族 挖人族 刀锋逆族打头阵 特别是人族 这些人很团结 所以应对危险的反应 相当的不错 赵洪荒 深深的看了 眼里大才 可以 不过 我要你控制一下一季的难度 跟你一起被派去的 加上那边的守卫 一共15位开天境可以攻你指挥 相对的调控一下难度不难吧 李大才连忙摇头 不难不难 那一季再好 都已经破败了 拥有的力量十不存一 怎可能难倒属下 只是 洪荒大人想将难度压到何等程度 照洪荒 万林族要保持一成死亡率之内 这是底线 但也不能让人族 挖人族和刀锋一族全死了 这样不利于万林族的统治 所以 一旦超过这个底线 你就把私底下捞的全都拿出来吧 李大才扬作额头冒汗 谗媚笑道 洪荒大人放心 属下绝对把这个底线守得死死的 傀儡李大才去了一趟执法营 然后又去了一趟任务工会 竞技场 几乎将十荒者之城的所有屁海径召集一空 同时 他们还得去另外一处失恋场 哪里竟也藏着近三万屁海径 这不 傀儡李大才正准备离开十荒者之城的时候 忽然看见了正出门的末期 这当然不是巧合 也不可能是巧合 李大才当即对市另外俩人吩咐道 你们持我令 去接引其他屁海径 直接带去兵界 我们在那里会合 是大才哥大才哥 你放心 我们肯定给你办的妥妥的 前走了两个跟班 傀儡李大才笑脸迎着末期走去 末期微微皱眉 正当末期准备开口之际 李大才传音而至 我 韩非傀儡 末期 当时 末期整个人就不好了 他当然知道 韩非回来了 毕竟叶峰流 那的身外化身已经回来了 叶峰流没来找他 以他的聪明 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但是 今日他是测算到了 当有大事发生 等他出门看见了李大才后 立刻就确定了 这大事必有李大才有关 可是 谁曾料 这李大才竟变成了 韩非的傀儡 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 走在拾荒者之城 末期早已知晓 韩非的身份了 虚空神殿当代传人 这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但等他问清楚前因后果 惋惜的同时 倒也没什么不甘心的 韩非没加入时光神殿 不代表和他的合作 就此中断了 所以 李大才赢了上来 末期大人 李某正有事想要去找您呢 完了 李大才还赛出了一枚新尘被 最后死皮赖脸地 跟着回了末期的住所 也是这一刻 赵洪荒那边也已经收到了 李大才接触末期的消息 执法营教官臣言笑道 这里胖子 倒是真能趋吉避凶 以他那样子 竟然能屡次进入末期那里 看来是塞了不少资源啊 赵洪荒淡淡道 只是灌汇左右逢源而已 李大才太惜命 找末期 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而已 随他去吧 在赵洪荒自以为 看穿了李大才的时候 末期的屋子 李大才一脸之前的谄媚 但我的说道 是我在动手 我会收拾掉 拾荒者之城 目前所有的 劈海净强者 以及十几位开天境 事事不小 末期无语道 那你还跟过来 一旦你们那边全死了 我现在给你做了预言的 他们能不怀疑我 李大才淡淡道 你不是想离开 十荒者之城吗 与其刚才被你识破 我不如随便带你走啊 末期差一道 现在 就凭你一个傀儡 李大才 不要小看傀儡 傀儡一样能办成很多事情 只怕 你不想离开吧 自打韩非知道 混沌废土存在大隐秘 知道连万灵大帝 都是假的之后 他对于末期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事情 就产生了怀疑 之前自己实力还不强呢 那时候连末期的实力都感受不到 但现在 以李大才的目光去看 末期绝对不是他以前说的那般 连化星都没有 堂堂时光神殿传人 这么长时间 怎么可能还只是个没化星的弱基 只怕 末期的实力 其实一直都很强 只是相对压制了 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以前 韩非觉得末期有可能是被掳来的 因为在实恋之中 只能凭借自己逃离 可现在看来 恐怕末期接触自己的唯一原因 就是为了试探自己 想要自己加入时光神殿而已 至于逃离 扯淡 末期能在这一代数万年 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试炼 而是为了混沌废土的隐秘 末期 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很想离开的 李大才 那怎么不走啊 末期略显犹豫了一下 然后道 那你为何又出现在这里 人皇 虚空神殿的当代传承弟子 为何会出现在混沌废土 真的是为了人族 李大才咧嘴一笑 这个就要等过两年 叶峰流来跟你聊了 我这只是个傀儡而已 不过 如果你愿意帮我一个忙的话 你我依旧同盟 我甚至可以帮你找出混沌废土的隐秘 比如 万林大帝是假的这种事情 实在算不得什么隐秘对不对 末期 不禁眯起了眼睛 什么忙 傀儡李大才 并没有和末期聊多少 只是迅速的达成了一个合作 就离开了 李大才离开的时候 嘴角都咧开了 似乎心情很是不错 而末期则揉着脑袋 喃喃自语 虚空神殿传人 的确可怕 这才几百年 实力就成长到了这般地步 第2512章收网图路 五天后 兵界一共汇聚了8万P海径强者 是的 这是目前为止 拾荒者之城单次出动最多的一次了 以前 韩非一直觉得拾荒者之城常驻P海径也就2万人不到 加上在外失恋的 最多也就3万人罢了 可现在看来 真当有什么大事发生时 一下子汇聚起来的P海径 可以有这么多 韩非有理由怀疑就这根本不是拾荒者之城P海径强者的真实数量 因为李大才只被允许召集这么多而已 可能那些没有被召集的反而才是真正的精英 甚至当这些人被召集之后 他们自己都非常的诧异 这些P海径强者暗中不时有传音 有人惊到怎么会有这么多P海径强者 其中竟有多半是咱不认识的 这什么情况 有人感叹 这我哪知道什么情况 但很显然 咱们拾荒者之城案中似乎有不少的力量 有人疑惑 为何今天一下子叫来这么多人 有人道 听说兵界出来了一个大遗迹 非常危险 陨落率很高 有人骂道 扯淡 18号领主才说了 他会将死亡率控制在两成以内 有人则好奇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处秘境 竟需要这么多人一起探索 而此刻 傀儡李大才 15名开天径强者 79,800余P海径强者 其中 人族一共只有15,000人 蛙人族有15,000人 刀锋翼族有9,000人 万林族有4万多人 人族这边 其实不该有这么多人 曲猛明显有些恶然 因为他看见了很多据说是已经殒落的人族强者 重新出现 此刻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准备进入这一季看看 就连李大才身后的这些开天径强者 也很想进去捞一笔 就在他们集结于此的那一刻 所谓的一季中 韩非正慢慢拥拥地在迷雾中行走 朝迷雾之外走去 他布局这么久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真的让这些人来探索一季来的 他只是需要一个借口 将人族全部聚拢到一起而已 只听李大才道 听我指挥 人族强者 全体出列 一时间 很多人感觉到不对 这么多人 为什么要人族的先出来 可是 开天径的话 不容置疑 当所有人都以为李大才快让他们去开路 去打头阵 去当炮灰的时候 然而 这个时候 只看见迷雾中 出现了几道人影 其中有一道 仿佛一下子就穿透了迷雾 出现在人族这方阵营的正前方 等众人定睛一看 竟是一个青年 他的手中 把玩着一枚水蓝色的珠子 珠子中散发有些射人的含义 谁 那些开天径强者 此刻纷纷色变 目露震惊之色 然后看向李大才 心说这人难道和李大才认识 然而 这时候的李大才已经退到了韩非的身边 正好 此刻 其他人也从迷雾中走了出来 众人定睛一看 其中几人 赫然就是之前和徐猛的那一小队的成员 还有几人 有些人族屁海静都认识 不少人惊呼 这是 音乐 啊 音乐姐姐 江雅姐姐 是楚灵雨和灵染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咦 是温如亲 他当初不是被薛飞要去了吗 一时间 人族这边 全都傻眼 要是不解 这些不该出现的人 出现了 还有 眼前这青年是谁 他身上的无形威压 好强 这时 这些开天竞强者 也明显察觉出不对劲 之前一直都是领导角色的李大才 突然就默不作声了 似乎对这些刚出现的人 一点疑惑之心都没有 不好 大才哥好像出问题了 有人传音 然而 其中本来跟着李大才一起过来的几人 实力也不是很差 其中有四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画心境 而这里原本的守卫者里面 也有一名画心大后期强者 两名画心强者 所以 他们倒也没想着要跑 主要是没想起来 还觉得自己这边实力不弱 其中 那名画心大后期强者贺道 李大才 你这什么意思 他们是谁 结结结这时 韩飞突然笑了 只见他一边把玩着手中的极寒宝珠 一边咧开嘴角 在你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们真相 无为 人黄 人族之黄 万林族奴役人族十万载 这份仇 就从今日开始算 你们 不过开胃菜而已 四万林族中黄那边 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只是疑惑和不解 震惊没多少 但是 人族阵营这边 大多数人 纷纷到吸了一口冷气 人族之黄 什么时候人族就出现了一位黄者 等等 有人领会这句话的不同 韩飞说的是人黄 说法和人族的黄者是不同的 更像是一个领导者 一时间 迷惑不解的人族重墙 纷纷将目光看向音乐他们 只听音乐喝道 十万年前 人族流落混沌废土 被镇压十万年 而今 人族的机会来了 人黄大人 将邪人族而起 征战万林族 覆灭十荒者 人黄现世 人族当心 孤独 在众人傻眼和震惊的同时 虚猛喝道 族人们 我们终其一生 不过都是万林族的棋子 炮灰 所有人都可开天 我人族不行 在十荒者之城 在这片疆域 我们如楼椅般度过了十万年 残喘了十万年 今日 人黄大人 设计布局 将我等汇聚一堂 以图人族盛世 以面万林之威 哼 那化新大后期强者 心头一动 抱和一生 败言不惭 一个化新大后期都没有的家伙 也配提人族崛起 看我宰了你 让你领略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开天 说话时 那化新大后期强者 爆发一道恐怖枪盲 若是寒飞避开 无数人将被这一枪剿灭 局势变化太快 这一万多人族强者 有兴奋 有担忧 有恐惧 有期待 复杂的情绪 化作无数道目光 看向那一道枪盲 然而 韩飞单手一台 那枪盲 顷刻间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跟着 只看见那化新大后期强者 身体功趋如哈米 有一道枪盲透体而出 这时 所有人才骇然发现 韩飞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那人身前 这一战 韩飞赢得太快 太突然 以至于其他那些开天境强者 没有一个能反应的过来的 最终呈现在他们眼中的 就是一道透体的枪盲 还有一道巨大无比的金光犬印 那一拳 宛若星辰爆裂 强大的冲击光束 瞬间将身边两名化新厚的强者 击成了重伤 要知道 这些人族强者 还根本都不知道化新大圆满 到底是个什么境界 他们的认识里 只有开天境 而无人告诉过他们其中的小境界 此刻 他们虽然看不懂韩飞到底有多强 但是那拳盲 刺瞎了他们的眼睛 无数人试图强行盯着那光芒看 可眼睛直接爆开 等他们在睁开眼时 就看见韩飞三刀斩了三位 在他们眼里看起来无比强大的 开天境的强者 说实迟 那十块 这里大多数开天境强者 除了化新大后期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揭下韩飞一击之力 只是为了彰显一下自己的武力 韩飞瞬间完成了一次厮杀 前后连一息都没有 四位开天境强者 便已经陨落了 他们的血肉还挂在天上 没有坠落呢 乍世间 剩下的所有人都惊骇无比 这他们是哪里来的绝世大凶 只是一个照面而已 瞬间厮杀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 不知道谁喊了出来 只听那人抱贺 逃 逃 而此刻 韩飞脚踩虚空 手中的极寒宝珠 随手丢出 顷刻间 前方数十万里虚空 被彻底冻结 大道被碾碎 虚空只剩下了最强的道 那些逃跑中的强者 最远的一个 也就踩跑了十万里不到 结果一身鲜血滞流 身体僵硬 血肉被冰冻 寒冰大道在体内流转 至于那些万林族 蛙人族 刀锋逆族的 辟海静强者 这些人前一刻 还有人在暗中议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 这一刻却全都变成了冰雕 而且 这不是普通的冰雕 这是冻碎了神魂的冰雕 前后一息功夫 韩飞斩杀开天使五位 辟海静近六万五千人 空龙龙此间天地 空明不断 血雨降临 实在是一瞬间 死的太多了 这又不是海戒 还没等这些人族 辟海强者 回过神来 只听韩飞喝道 所有人 放开心神 入我本远海 第2513章都死了 杀人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 自然是逃命 特别是 十荒者之城 一下子 陨落了六万多 辟海强者 十五名开天 敬强者 这种事 第一时间 就会被发掘 跑路 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人族这些 屁海静强者 心头的震撼 都还没升起来了 因为他们只肉眼看见 虚空被冰封 其他的都还没看见 然后就铺天盖地的天地一向 至苍穹血染 雷声轰鸣 不绝于耳 下一刻 他们就感受到一股犀利 但听到了 韩飞的话 他们自然是没敢怠慢 这位 已经表明身份 他们在抵抗 就是脑子不好了 正因此 所有人都被韩飞一下子 收入了本命星辰之中 最后 韩飞伸手抓住 吉韩宝珠 身下阵法宁县 直奔兵界出口 至于李大财这尊傀儡 韩飞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 见过了神都王朝 这般大世面的韩飞 自然知道李大财这实力 不算什么 关键是 李大财已经暴露 万一出现意外 说不定 时荒者之城彻查下来 把薛飞和封天益 这两具傀儡分身给找出来 使得自己好不容易经营的 68号和80号养殖场给暴露了 那就显得有些得不偿失了 所以 韩飞直接洞穿李大财的新珠 将他丢入自己的本命星辰 然后 立刻爆发14倍超光速 全速狂奔 只有陨落 才可以让他们相信 李大财也没有问题 他们就是被算计了而已 除了李大财自爆 韩飞还在很远的地方 留下了一缕安太平的气血 反正安太平的尸骸就在自己手上 如此一来 方称万无一失 这一系列操作 如行云流水 可以说 韩飞跑的时候 拾荒者之城那边应该当发现不对劲 不出韩飞的猜测 在冰界出事的那一刻 赵洪荒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在第一个瞬间 赵洪荒只以为探索开始了 所以出现陨落 然而 当十五枚开天镜强者的命碑 同时碎裂的那一刻 赵洪荒豁然起身 他心头骇然 这是辟海镜的行动 怎么可能先陨落开天镜强者 而且还是瞬间陨落了十五位 而所有辟海镜的命碑 是归陈妍管的 可是 当一下子陨落了近六万五千位辟海镜强者 陈妍其实并未发现 因为在存储命碑的地方 有一层时光薄膜笼罩了这里 这片时光中 时间是停滞的 这自然是末期的手笔 说实话 这里有足足五十多万枚命碑 其实是吓了末期一跳的 但当末期看见一下子有六万五千块玉减碎裂的时候 其实整个人都不好了 韩非的到底动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一下子灭了这么多人 这家伙杀疯了吗 不过 既然答应了韩非 帮他消除痕迹 那么这件事便是个人情 是后期的合作基础 韩非迟早都是要害的 所以末期并没有犹豫 只一瞬间 末期镇碎了这里五十多万枚命碑 因为人族辟海净强者的数量不止韩非带走的那么多 还有近三万人族辟海不知道被藏到了什么地方 而末期也没本事知道 韩非到底带走了哪些人族 所以自然是镇碎所有的命碑 在所有命碑破碎的那一刻 末期立刻就撤出了时间薄膜 瞬间出现在他的家里 而这里 时间同样停止 并未有丝毫的流逝 如果韩非看见这一幕 其实大概就能猜出末期的实力了 至少画星大圆满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画星大圆满 洪荒大人 就听一声惨叫 陈妍顾不得形象 便出现在了赵洪荒这里 只听陈妍声音颤抖道 洪 洪荒大人 全碎了 所有屁海镜的命碑 同一时间全碎了啊 赵洪荒直接就猛了 这怎么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是的 下一秒 他神志清明 瞬间出现在收藏屁海镜命碑的地方 然而 这里除了全部化成了鸡粉的命碑 什么都没有剩下 此事 拾荒者历史上 亦不曾出现 这些屁海镜就好像是同时间陨落了一般 是什么力量 可以让这么多屁海镜强者同时陨落 就在赵洪荒看着这一幕时 忽然间 感受到李大财的命碑破碎了 是的 这特么也死了 他的第一反应 李大财那边肯定遭受什么不可抗力了 甚至 李大财那边可能全军覆没了 但是 那才多少人 不过八万人而已 可这里的命碑碎了有五十多万 怎么回事 肯定跟兵界有关 最近 发生的唯一一件大事 便是兵界出现遗迹的事情 现在 李大财和十五位开天境全部陨落 证明了兵界出事了 而这些命碑虽然碎裂 但不可能全都死了 因为有些地方 那边的人不可能死 更不可能会和兵界那批人一起死 这也就意味着 就在刚才 就在前一刻 有人潜伏在这里 看见命碑破碎的时候 一下子震碎了所有的命碑 为了遮掩什么 遮掩什么呢 有什么好遮掩的 能悄无声息藏在这里 避开尘延的感知 避开自己的目光 这种角色 绝非碌碌之辈 恐怕实力不弱于自己 这样的人 在十荒者之城 是数得过来的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人 瞬间降临在末期所在的小屋 李大财离开十荒者之城时 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末期 他一直都怀疑 末期的实力有问题 他也一直都猜测 末期在十荒者之城蛰伏 绝非为了什么历练 而是为了混沌废土背后的秘密 所以 末期成了赵洪荒的第一目标 砰 小屋炸开 然而 这时候 小屋里面 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那些废品一样的乱七八糟玩意 也没了 陈妍景跟着赵洪荒 看见这一幕后 他彻底傻眼 跑 跑了 陈妍想起李大财离开这里的时候 那叫一个春风满面 但现在 末期跑了 陈妍顿时惊呼一声 洪荒大人 李大财那边有危险 然而 赵洪荒看白痴一样看了眼 陈妍 已经死了 呲 赵洪荒朝着十荒者之城深处看了一眼 以光暴之速 刹那间消失在十荒者之城 而赵洪荒离开的那一刻 他的身边 那位万灵大帝突然出现 只听他道 何是如此慌张 赵洪荒 宁兄 末期跑了 兵界出事了 李大财何去的所有开天境 替海境 应该全都陨落了 赵洪荒直接称呼万灵大帝宁天龙为宁兄 这个称呼 若让旁人听见 怕是会立刻陷入极大的震惊之中 但是宁天龙去一点不以为伍 问了一下道 末期跑了 可以说在十荒者之城 宁天龙最关心的一个人 就是末期 末期什么时候跑的 自己近半点都未曾察觉 只听赵洪荒又补充道 我不太放心李大财 所以安排了周立衡跟着 现在周立衡的命杯上未破碎 若是速度够快的话 或许还能救一下 宁天龙一听 谋中金光一闪 一把抓住赵洪荒 我带你一城 话说 在照洪荒和宁天龙出城的那一刻 韩非也恰好离开兵界 只是 当韩非刚出兵界 一道剑芒就朝着自己展来 韩非心头一领 来得这么快 不对啊 如果是帝尊级别 那一剑之威 要比这个大多了 韩非只是心念一动 那道剑芒 凭空消失不见 周立衡心头一震 自己的攻击呢 而下一刻 韩非一步踏须 刀斩苍穹 爆喝一声 出来 周立衡 感受到韩非的攻击 虽然强 但是还没到 划心大圆满 这让他顿时就松了口气 他是负责监视李大财的 之所以没有进去监视 是因为李大财刚进去不久 自己现在进去 意义不大 可韩非的出现 让他满心疑惑 此人实力很强 但又不是拾荒者之城的人 自己当然得出手拦截 此刻 周立衡见韩非实力虽强 但比之自己似乎还差了一点 于是他自然一步跨出 准备拿下韩非 然而 就在他出现的那一瞬 直接失去了清明神志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原来是这祸 他儿子之前还跟自己叫嚣过 看来这对父子的运气都不太好啊 韩非一刀直斩周立衡眉心 失去了神志的化心大后期 不过任由自己宰割罢了 扑吃 轰轰轰一击碎心珠 天穷大道轰鸣 韩非抓起周立衡的尸骸 丢尽自己的本命星辰 下一刻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一步跨至光速边缘 下一刻 挂入白洞之中 消失不见 而另一边 万林大帝明天龙 带着赵洪荒在狂奔 同样是在白洞中快速穿梭 不是他们不想用传送阵 而是传送阵竟然被破坏了 支撑传送阵的心和之力 不知道被哪个龟儿子给偷了 纵然如此 明天龙他们速度也不慢 可惜 他们才出发五溪左右 只听赵洪荒脸色再次一层 韩生道 周立衡 死了 第2514张人皇的赠语 当明天龙和赵洪荒到达兵界的时候 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废墟 周立衡的陨落 他们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下战斗的气息 但是因为战斗结束的太快 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残留 而兵界内部 当明天龙到了众人陨落之地时 心头骇然道 是帝尊级别的攻击 而且很强 哪怕是如此巨大范围内的寒冰之力 都超过了初始正道的境界 以及 使所有开天境同时陨落 应该达到了逍遥境的级别了 赵洪荒微微皱眉 会是谁 顾厅南 安白岭 还是安恒 棍盾废土明面上能够动手的 只有这几个人是帝尊级别的 宁天龙陈寅道 不是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这种极寒之力的 有点类似于海面之上 但是 如果说 是从那个地方回来的 就更不太可能了 去了那地方的人 怎么会轻易回来 就算想回 也不会被允许 倒是 这次十万年大比 潘黎天他们有没有得罪一些人 赵洪荒微微皱眉 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多大的仇 需要如此算计 如果真的是外人 怎么会将这个计划 做得如此完美 这人应该是对混沌废土 甚至对拾荒者之城 都很了解才对 赵洪荒 也可能是流浪者之城 或是原始之城 找到了外来帝尊出手 结合默契的逃跑 恐怕默契应该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了 只是 不知道是默契的意思 还是时光神殿的意思 宁天龙皱眉 默契调查的方向和我们本应不冲突才对 他探索的是不祥的源头 我们 咦 等等 有发现 宁天龙忽然掠过长空 抓向了数千万里之外 下一刻 宁天龙神色微变 手里凝聚出一缕几乎不可查的神魂光点 脸色难看到 原始之城那边说 安太平死了 赵洪荒目光也是微微一愣 潘黎天倒是没亲手击杀安太平 但据说他河水内斗了起来 出现了陨落 现在看来 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 如果这事不是有人栽赃陷害 原始之城就太过了 赵洪荒 此事带我暗中调查 当务之急 除了兵界 其他地方也要去看看 持荒者之城这一回 算是吃了一次闷亏 亏大发的那种 包括被韩非带走的人族 相当于一下子没了8万匹海净强者 这个数字少吗 绝对不少了 拾荒者之城有8万 那原始之城呢 流浪者之城呢 他们不可能真的全军出动了 所以 韩非保守估计 棍盾废土的匹海净强者 那至少有50万以上 哪怕参加10万年大比的 也才800万匹海 这么一对比 只是东海神州一处 边疆之地的混沌废土 能拥有50万以上的 匹海净强者 就已经显得十分强大了 韩非这边 已经跑远了 这时候他已经进入 本命星辰中 准备待个半年 到时候 被追到的概率几乎等于0 本命星辰之中 某一处特定的地域之中 这周围10万里 草木繁盛 林河流淌 高山悬铺 美不胜收 主要是 这里的灵气浓郁到 这些人足屁海强者 头皮发麻 他们这辈子 都没感受到过 如此浓郁地灵气 空气中 弥漫着浑厚的能量 韩非倒是不急 反正自己 因为冲刺化新大后期 一下子裂化了 好几枚大道之种 现在长得难受 正需要一些人 来帮忙消化一些能量 此时 人群中慢慢有人 回过神来 话说 音乐 江雅 温如琴 徐蒙几人 几乎一下子 就被团团围住 蒙子 你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人族 何时诞生了人皇了 音乐 这些年你们 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这位大人 真的是我们的人皇大人 江雅 你们 你们竟然开天了 嗡 乍世间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全都看着音乐 和江雅他们 如果只是一个人 开天了 这或许是有什么 特殊的经历 但是当他们得知音乐和江雅 他们竟然全都开天了 这一万多人 那叫一个震撼 那叫一个激荡 似乎人人的眼前 都出现了一道希望之光 只听音乐道 我等七人的确已经开天 这一切 还需要感谢人皇大人 人皇大人 给我们资源 提供我们修行的能量 教授我们大树 功法 为我们互道开天 今日人皇大人 为了将你们救出水深火热的拾荒者之城 苦心不下兵界一役 这是你们的机缘 也是我人族的机会 诸位 我们人族 出现了自己的皇 我们崛起的时机 到来了 孤独 呲 有人震惊 有人唏嘘 有人眼眶红透 有人心情激荡 他们的脑海中 一幕幕都是曾在拾荒者之城受到过的屈辱 他们的身体里烙印着太多被压迫的痕迹 这一刻 韩非宛若就是主一般跳出 他们如何能不激动 便在这时 只看见虚空之上 一尊身犯金光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压的韩非 凌空而立 只听韩非道 诸位人族同袍 无奈人皇韩非 今日于兵界 展开天境十六尊 辟海近近六万五千位 重创拾荒者之城 此事 标志着我人族的崛起 我们终将走向辉煌 但是 辉煌不在眼前 此刻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此战 看似大盛 然我人族衰败十万年 非一日可逆天改命 无虽为人皇 但尚未正道成帝 我需要你们 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崛起 我需要你们 人人皆可开天 再创我人族盛世 我人族 当心 韩非声音如炸雷 响彻云霄 震动四海 左有人闻言 身上气血 不自觉的开始弥漫 疼起 热血沸腾之下 跟着韩非大喝 人族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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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按下双手 只听声音威严 我知道 你们缺乏资源 资源宝树 缺乏工法 缺乏武器 从今日起 从今日起 你们不缺了 说完 只看见此间 资源卷起长笼 铺天盖地的倾洒而来 这一刻 地表动荡 滚滚能量狂潮 冲天而起 天地间 百万灵果 数万神兵 飞卷而来 场间 直接就被镇住了 他们何曾见过这么多的资源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 仿佛不要钱一样 这一刻 都不需要他们主动伸手去抓 每个人的身前 都浮现出了资源 灵果 玄黄土 神兵等物 而韩非心头 微微一探 可惜 极寒宝珠那一击 直接将之前的恶人灭光了 自己也没功夫去探查 他们的本命星辰 所以 不管有多少资源 自己都拿不到 本来 他还觉得自己身上资源众多 足够七八个自己这样的化心的 可是 当真得有一万 多屁海境乃至屁海巅峰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韩非的压力 顿时就中了起来 自己身上的资源 供他们全部开天 那肯定是不够的 目前给出去的这些资源 最多就是让他们弥补一下本原海的缺失 修复一些昔日的损伤 巩固和强化一下自身而已 想要打造一支开天境的万人队 可不是这点资源就够了的 不过 此时此刻 这些屁海境疯了 他们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炮灰 但谁能料 自己却一下子变成了主角 天上掉下了一位仁皇 赐予他们无数的奖励 关键是 仁族有一位真正的强者了 一位可以轻易灭杀十六位开天境 六万多屁海境的超级强者 至此追随仁皇大人为了仁族的崛起 在一片高呼声中 韩非高呼 中卫人族同袍 推翻万林族 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等此刻 虚禄力同心 本皇义不必走自珍 今日起 特共享海界辟海榜 排名998位炼体大树无垢玄体 辟海极品炼体树混沌模体 辟海极品大树开天剑谱 神品刀树刀锋炼玉小成刀卷 神品魂法天神刺 韩非这一通传颂 下方众人都听呆了 神品 吉品 替海榜 这尼玛都是文所未闻的顶级宝树 这位仁皇大人才见自己等人一遍吧 就这么信任自己等人 一下子要传授这么多的宝树 就连音乐他们都有些迷 这是不是有点太疯狂了 而韩非则一步步走下高空 他以众人都可以听见的声音道 本皇之道 你们能走到拾荒者之城 并且能修炼到此等境界 还能存活下来 都是各种翘楚 都是天骄纵横 既如此 本皇不吝宝树资源 本皇不要你们速速开天 但要你们一定要将辟海径的根基打得极为扎实 不盲目追求开天 音乐 江雅 江流雨 温如清 楚灵雨 灵染六人追随无多年 如今皆已开天 从今日起 他们将成为你们的教官 在本皇的本命星辰中 对你们进行特训 第2515章所在虚空的宫殿 目前为止 韩非是不怕背叛的 但是 这不代表韩非就会真的放心这里的所有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韩非每日都要见一个人 实际上 韩非对他们每一个 都进行了精神催眠 获悉他们的本我 人族 是最团结的种族 但同样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争斗不要紧 主要是 不得背叛 这里容不得间隙之类的 最终 韩非还侦查出了有37个有问题的人 其中 有26人是被原始之城那边夺射了的 还有11人是被蛙人族和刀锋一族那边夺射了的 这37人 韩非也不避讳 交给了音乐和徐猛他们 最后 这几人是被围殴致死 是的 数万人 对他们进行围殴 韩非从未过问过 这半年 这些人族所在之地处于十倍速状态 连张玄玉他们都需要花费数百年时间 压制自己的修为 音乐等人也是足足压制了几百年 才得以开天 这些人 现在就开天 意义不大 开天出来也是个废物 而韩非需要打造一支 全员精英的队伍 现在就不可能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开天 所以此段时间 他们日日苦修 不客气地说 恢复身体损伤 修习新的功法和大树 至少都要几十年时间 所以韩非可不担心他们没事干 而韩非自己 这半年主要的 还是堆自己的心河进行再压缩 他现在心河又变成了昔日刚成型时候的大小 只是密度多了千倍而已 而现在 需要进行最后的十倍压缩 有了这一万多人 时刻地汲取自己一散出来的能量进行修炼 半年时间 韩非算是勉强算是达到了半步化新大后期 讲着自己还得回去一趟 接一下红月 韩非也就没在本命星辰内待太久的时间 这步 当他半年后刚一出来 准备回到68号养殖场的时候 心头忽然一动 谁 出来 只见虚空中 有声音传来 我可帮了你不小的忙 逼得我都不得不离开时荒者之城了 你该不会翻脸不认账吧 末期从虚空中走出 似乎有点得意 旁人都找不到韩非 但是他能 谁让他可以追溯时光呢 韩非一看时末期 倒是松了口气 淡淡一笑 虽然我看不上你们时光神殿 但是一码是是一码是 这一回 我欠你个人情 会还你的 既然现在咱们都不用装了 我也不遮遮掩掩的 现在没到我出手的时机 不管是我 还是你自己 应该都无法独立揭开混沌废土的迷雾 你我 都需要时间 末期眯着眼 你是要留着时间等自己成长吧 可是就如我以前说过的那般 就算你成长到了化心大圆满 如果你不动用虚空神殿的力量 凭什么能负面时荒者之城和原始之城 又凭什么探索混沌废土背后的秘密 韩非咧嘴笑道 问你个事 流浪者之城出现多久了 末期 什么意思 韩非 如果时荒者之城和原始之城可以腾出手来 流浪者之城早就没了 所以啊 不管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 都导致了时荒者之城和原始之城腾不出手 那你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 无 你留在混沌废土这么久 追查出什么来了 忽然 只听末期连连摆手道 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以为我在追查时荒者之城和原始之城背后的秘密 韩非疑惑 难道不是吗 末期吃笑一声 当然不是 我追查那个干什么 或许这个秘密不小 可能涉及帝尊甚至是大地级别 但那不是我可以参与的 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查的事 潮汐波的起源 哦 韩非顿时就尴尬了 何者说了半天 两个人完全不在一条线上 只听末期道 时光神殿对这些隐秘没什么兴趣 这时间隐秘那么多 个个都去追查一下 那不是有病吗 时光神殿的最终目的 从来都只是不祥 这才是我在混沌废土这么久的原因 韩非忽然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拾荒者之城背后的秘密 可能也和不祥有关 末期摇头 没有 这些年来 我无数次借潮汐波那日 穿越不祥 追寻不祥起源 但是 每一次都无功而返 最后我发现了一座藏于不祥中的 被锁于虚空的宫殿 只是 多次未能破入 也就无从调查 我要你还的人情 是这个 被锁于虚空的宫殿 韩非心头一领 末期这么多年 就追查了这个 他不禁道 既然你查到了 为何不叫你们时光神殿的前辈来 末期不禁哭笑不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韩非 什么 末期 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失恋 这是我的正道之路 否则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帮你 为什么想要拉你进入时光神殿 韩非 韩非不禁恶然 竟是这般 怪不得末期在这等了数万年 合着这是他的正道之路 这就难怪了 只不过 韩非还是觉得数万年的时间还是太长了 看来末期的资质并没有如自己想象般的那么好 至少 虚空神殿任何一个人的资质都要胜过于他 韩非 整个混沌废徒不祥之力的来源 凭你 一个化新大圆满去解决 咦 你看出我的实力了 韩非笑道 这需要看吗 你都说要正道了 而且 拾荒者之城粉碎那些命碑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 末期撇了撇嘴 好吧 不一定是化新大圆满就能解决 但是那处地方 与我时光神殿有关 我具有天然的优势 而且 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化新大圆满的时光神殿子弟 不见得比你们虚空神殿来的差 再说了 我说需要探明一些事 但没说把不祥之源给打掉 这是两回事 韩非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等我突破到化新大圆满如何 末期 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强 能够独立击杀神榜强者 你这实力 要等化新大圆满吗 韩非则不上当 你说那所在虚空的宫殿 岂是寻常 我杀赵青龙 那是全力以赴 才堪堪击杀 而且 赵青龙虽然为猎神榜 但是他受罪在三万年以下 真的要对上那些活了十万年级以上的化新大圆满老怪物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 还记得咱们之间的千年之约吗 现在过去连百年都没有 不过你至少得相信 我肯定是要回混沌废土的 末期压抑道 你又要走 你不刚回来吗 韩非 你有你调查的秘密 我也有我需要调查的秘密 你的目标在不祥支援 我的目标在拾荒者之城背后的隐秘 还有解放整个人族 你觉得我会一去不回不成 末期 你去哪 韩非 你猜末期哼了一声 我看你现在气息略显震荡 看来你随时都可能突破到化新大后期吧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对啊 等我再回来 我就和你走一趟那被锁在虚空的宫殿 但是 现在不行 末期倒似乎也不太着急 很淡然道 那行 那我去流浪者之城住一段时间 回来记得找我 韩非 一定 韩非对于末期的试炼之路 看法不同 如果是他自己 大师兄让他去完成什么试炼 或许这个试炼很难 但自己都会想办法先是以自己的力量去做到 但目前看来 末期仅凭自己的力量 似乎并没有办法做到独立完成这个试炼 所以 他才会叫上自己 所以 韩非以为末期即便完成这个试炼 或许可以正道 但应该没有独立完成这个试炼 成就更高 但这关自己什么事呢 等自己化新大圆满再回来时 帝尊都得打 还怕和他一起去完成一个试炼 和末期分别之后 韩非只用了三天的功夫 就回到了68号养殖场 而红月早已等候在这里了 见到韩非 红月连忙行李 人皇大人 所有人现在都在我本原海里 这里灵脉等级最低一个 也是七级灵脉 其中天外者有一成 九级灵脉占了五成 八级灵脉差不多四成 韩非心头一动 这潜力有点强啊 如若这般 在修炼血脉吞噬之术 全员晋级天脉 丝毫不难 韩非琢磨了片刻道 老红 辛苦了 你且带着他们入我本原海 无疑拯救一万多人族 屁海强者 就由你来对他们进行特训 并且 给他们传承 血脉吞噬之术 此 红月震惊道 人皇大人 万万不可 神术岂可随意转之 万一他日他们落在敌人手上 神术大概率旁落 而且 这些人的资质在这里 比我们暴乱沧海出来的 好了太多了 他们晋级开天问题都不大的 等实在哪天 他们需要血脉吞噬神术了 那时候您说不定已经挣到了 说不一定可以改良一个 出版什么的给他们 这已经是他们难得的机缘了 然而 韩非摇头 老红 目光短了 海界之中 拥有血脉吞噬之术的 其实并不少 要不然 你以为那些大族 超级势力 家里随便来一个人 就是天脉者 你开玩笑呢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我人族崛起之际 当孤注一掷 我强 人族强 人族强 则我强 红月文言 顿时深吸了一口冷气 他不禁想起当初 韩非横推暴乱沧海时候的样子 总感觉 那一刻的韩非 又回来了 第2516章新的旅程 三年后 距离韩非回到混沌废土 已经八年半了 而这一日 是张大千分身 离开石荒者之城 秘密前往无银矿区的日子 如果哥以前来说 前往无银矿区 其实是一种镀金 在无银矿区历练过后回来的 实力同样要比同镜强者 强出不少 本来 应该有不少人 要和张大千分身一起去的 只是 三年前一战 石荒者之城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那几乎导致了 石荒者之城内的 执法银和石荒者 为之一空 经过了三年时间 陈延才陆陆续续的 从一些不知道 什么地方的隐秘之地 带回来一匹匹海强者 大概两万人 所以 张大千分身 其实只带了一个百人队 就秘密前往无银矿区了 这百人队 算是私兵 毕竟张大千分身已经跨入开天 实力也是相当强横 因为石荒者之城 近些年损失惨重 给韩非配备这些私兵 也算是不错的待遇了 毕竟 石荒者之城下的那些领主 有多少人手下 有百人批海队的 而且 张大千分身并不是第一个 前往外阴矿区的 因为白然然早在一年前 就已经出发了 韩非隐约知道有一些人 也都秘密出发 可能也是受到三年前那次事情的影响 石荒者之城不敢再大规模行动 而就在张大千分身出城的那一刻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是时候 该走了 半个月后 光野边境之上 巨金堡垒在沿着边境线慢慢行走 每天 无数人族批海境强者 进出巨金堡垒 这些人中 有批海境 有尊者境 还有尊者以下境界的无数人 其实 对于尊者境以下的人来说 他们根本都没法离开巨金堡垒 三十万里方圆 哪怕边境在安全 对他们来说也十分的危险 这里随意一只普通的大罗 海胆 大鱼 被甲 海虾等等 都可能导致他们于死地 所以 这八年多的时间内 在足够多的资源的洗礼下 巨金堡垒中 尊者境以下的人 包括孩子在内 加起来不超过三成 而尊者境 大概占总人数的五成左右 剩下两成 都已经达到了辟海境 仅仅是这八年多时间以来 就有14000余人辟海 近12000人成功辟海 当然了 这是建立在资源充足的情况 才能这么玩的 正常的一栋堡垒 想要一下子培养这么多 辟海境 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此刻 距今堡垒30万里内 大概有2万多处战场 还有少数大型联合战场 其中一处大型联合战场 是一群20人的探索者 巅峰的强者 在狩猎一只 终极尊者境的龙虾 这会儿 战斗已经白热化了 这20人 几乎各个带伤 唯一还庆幸的是 他们没有一个被这只大龙虾 给夹到 否则就死定了 只听有一清脆的女子声音喝道 第一小组 第二小组 牵制她的双嗷和双须 第三小组攻击她的尾巴 第四小组攻击下腹 按理说 这么点探索者 想要拿下一位终极尊者 难度登天 但是 这20人当中 有十几个人 身上气机不稳 看样子 随时都可能步入尊者境 天空中 各种大树和法则漫天洒出 便在此刻 其中一人抱贺 我要突破了 帮我顶一下 此人身上 灵气滚动 四面八方的灵气在聚拢 笼罩周身 那人眼中大喜 只觉只要三夕时间 自己便可恢复战斗状态 战中突破 正是最佳的魔力机会 通忽然间 这龙虾一瞬间弹射后尾 瞎刺直冲正面 其中两名顿战 试图挡住这大龙虾 给身后这位 流出足够的突破时间 然而 对于探索者来说 那虾刺宛若神兵利器 风锐无比 只听扑扑两声 两柄大盾 轰然炸开 便在此刻 大龙虾双翱一盏 杨作喝退牵制他的人 身体一转 使得他速度更快 张宁抱和一声 试图和这大龙虾比时间 旁边 有人喝道 退啊 张宁 你想死不成 有人怒斥 张宁 修得逞能 破尊有的是机会 不要争这一时 虽然大家都在让张宁退 但他知道 这便是生死间的虚余光景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爆发 无穷潜力 而张宁抱和一声 想赌上一生气韵 赌自己破尊 卡擦 那一刻 张宁体内力量狂暴 血液沸腾 这一瞬间 他突破了 他知道自己大概要遭受正面冲撞 但应该死不了了 然而身边传出爆喝声 张宁扭头一看 一只虾熬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朝着自己加来 下一刻 自己恐怕就要被直接加碎 便是这千钧一发之际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那一刻 忽然间 这大龙虾突然就不动了 转头一看 等众人定睛一看 就发现这大龙虾的背甲上 不知何时 近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 看起来 是那么的熟悉 此是仁皇 是仁皇大人 下一刻 张宁也震惊地看向韩非的身影 大概就是于八年多前 他们突然有资源了 金金大人说 有人族强者庇护众人 并且 为这位人族强者树立了雕像 以供瞻仰 称仁皇 据金堡垒人口 一共只有不到15万 准确来讲 只有13万多 因为得到大量资源 开启一个全面修行模式后 陨落者其实不少 目前准确来说 连13万都没有 所以 他们对于韩非 是真的敬仰 因为就是这个人 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高速持续的成长 而且还有一些大数传授 可以说 这几年时间 整个巨金堡垒的综合实力 直接提升了一个层次 此刻 韩非出现 一股无形的压制 瞬间笼罩这里所有人 其实 韩非倒是没有特别释放威压 只是稍许的露出了一点点威严 一下子 身上的大龙虾 身体颤抖不止 而周围这20人团队 一个各仿佛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 几乎是树西功夫 所有人面色胀红 呼吸急促 身体止不住的有一些颤抖 只听韩非淡淡道 保持住呼吸 持续运转功法 下一刻 他们的耳中出现了什么声音似的 似乎是这位仁皇大人在说话 可是他们听不清 但不管能不能听清 他们感觉功法运转忽然变得极为顺畅 周围一下子就掀起了数十道灵气风暴 这时 周晶晶他们才后知后觉 察觉到这里的异常 等他们看见韩非的时候 先是一喜 立刻来到了韩非的身边 但没敢出声 因为他们骇然 发现自己也听不懂韩非说了些什么 那声音 弦之又弦 仿佛大道之音 而这些探索者 全都在进行突破 是的 眼看着要全部都要尽及尊者境 周晶晶 李通 王须作为开天竞强者 自然知道韩非在讲道 一种高深莫测的道 即便是他们 都觉得心头似乎有些许疑惑 豁然开朗 三人相识一眼 纷纷骇然 这还是当初他们认识的那个韩非吗 一些屁海境强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没敢过来 直到数百息后 这些人 竟然全部突破尊者境后 韩非才收起了那些许的威严 而这二十人 全都盘息而坐 吸取灵气风暴 在完成境界的巩固 这时 韩非心念一动 红月 音乐 江牙等人出现 除非韩非之外 一连出现七位开天竞强者 加上周晶晶他们三人 加上韩非 此刻居今堡垒相当于 一下子拥有了十一位开天竞 而后 一片世界虚影降临 出现了14562名人类强者 除了红月找到的那802人之外 青衣色都是屁海境强者 这一下 看得周晶晶和王须三人 不禁吸了口气 他们看得出来 要知道这一万多人可不是普通的屁海境这么简单 他们竟然有五成达到了屁海巅峰的实力 这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 若是有意培养 给予足够的机缘 再加上韩非的步道 以及一些大数的赠予 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批至少十余人的开天竞强者 若是有这份实力 在荒野之中 已经极为难能可贵 哪怕不算韩非 都是一个强力的移动堡垒了 这时 韩非带来的这些人 早已得到韩非提醒 知晓此刻来到了外界 棍盾废土之外 对他们来说 是新奇的 但并非所有人都在四处打量 这些年的修行 让他们愈发对韩非感到崇拜和敬仰 这时候 当然不能给韩非丢脸 所以一个个表情严肃 以军阵形式 站在红月他们的身后 只听韩非介绍到 老红 这是周晶晶 跨心强者 亦是我人族追随者 你们回头好好交流一番 红月当即躬身 是 人皇大人 然后 韩非看向周晶晶道 这位是红月 是我人族本族强者 他们从未离开过混沌废土 对荒野上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据金堡垒 在荒野上求存 对于荒野的认知 远远高于他们 所以 往后一段时间 他们就暂时交给你了 周晶晶怂然一惊 顿时深吸了口气 主人 我一定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了解海界的一切 韩非微微点头 嗯 把所有人都叫回来吧 既然选择追随我 便给他们步道一场吧 第2517章 步道天地 步道 周晶晶三人 顿时心头一惊 刚才他们还惊奇于 韩非的步道成果 现在 韩非要对所有人步道 不知道还会发生 什么惊奇的效果 王虚和李通二人 立刻退去 召集所有人回归 只听韩非道 晶晶 你们一般不对剧金堡垒的人进行讲道吗 韩非当初 老早就开始涉及讲道横列了 而在大师兄的引领下 韩非对于步道 也是略有心得 周晶晶 也会讲道的 但是我们步道的效果 其实并不是太好 一个是从尊者境之下 到辟海境跨越层级略大 另一个是我们几人 所物所惜之道 已经对他们讲过很多遍了 能达到的效果早已达到了 再多讲 也没什么意义了 哦 是吗 韩非倒是有些不解 不道内容 效果不是持续的吗 只听周晶晶又补充道 还有一点 其实就是我们对道心 以及对天道的理解 还不够透彻 所以有局限性 韩非微微点头 这就对了 看来这才是主要原因 片刻后 不过小半个时辰 巨金堡垒 所有人全都归来 人数 合计128,221人 韩非扫了一遍 辟海境强者数量 并不是太多 也就2万人 辟海跌峰就更少了 只有1000人不到 可以说 虽然韩非只带了 人族1万多人 但真正打起来 开天境不出手 可以直接灭掉 巨金堡垒所有人 相比于人族 这方阵营的整齐划一 巨金堡垒的这些人 明显就没什么纪律性可言了 虽然人族饱受压迫 但是在拾荒者之城也算是一部分力量 接受的最惨烈的厮杀 久死一生的魔力 整体气象 自然不是巨金堡垒可比的 所以 巨金堡垒这些人 在看见韩非他们这些人时 无数人都是为之一领 有人偷偷传音道 哥 这就是人族吗 好严肃啊 被传音那人 喝道 不要乱说话 这批人几乎全都是 屁海境 其中竟有半数达到了 屁海巅峰 人家个个身上血气涌动 绝非咱们可比的 你传音 人家想听 都听得到 呲 有人骇然 好强 这谁家一栋堡垒能够挡得住啊 有人呵斥 废话 人家都是从混沌废土走来的 混沌废土 号称东海神州几大绝地之一 你当开玩笑呢 有人心头敬仰 听说人黄来了 这些都是人黄的人 连普通的追随者 都这么强 人黄大人会看得上我们吗 有人唏嘘 人黄大人给了我们无数资源 怎么会看不上我们 有屁海巅峰警告 都别叨到了 人黄大人要不到 都给我集合 不要给咱去金堡垒丢了面子 这军阵 我们也站 片刻后 当去金堡垒这些人 站起歪歪扭扭的军阵后 周金金略显脸红 但韩非也并不在意 又不是真的军队 没必要刻意 所有人 在周金金的安排下 直接盘坐于海面 去金堡垒这边无数道目光 不停地扫向人族阵营 而人族强者 这特么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别人对自己投来敬仰的目光 在此之前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别人羡慕和敬仰的目光 是怎样的感受 但现在 他们感受到了 那一刻 一种莫名的荣耀 在心中生出 他们站立得欲发笔直 目不斜视 严真以待 一个个心里想的 就是不给人黄大人丢脸 此刻 只见红月一抬手 低贺道 坐 华所有人 整齐画衣 姿势都一样 盘坐于海面 那阵容看得去金堡垒那边扎舍不已 这时 韩非万步走向众人身前不远处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韩非的身上 如果说去金堡垒的人对人族强者 是羡慕 是惊艳 是敬仰 那么对韩非 更多的是好奇 敬仰 自然是有的 但更多的还是好奇 在他们看来 能够让金晶大人折服的人 肯定是一等一的人物 韩非 来到了众人百里之外 他们本以为韩非会靠近一点 但谁知道 韩非却停了下来 下一刻 韩非看向红月和周金晶那边 也淡淡说道 坐 这时 周金晶他们也盘坐而下 就在他们坐下的那一刻 只看见一片金光璀璨 直逼苍穹 那时间 一尊刀三万三千丈超级巨人 个人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此孤独 好大 这就是人恍旺 那一刻 不只是巨金堡垒的人震撼无比 就是人族这边 红月 音月等人的身体 都有些微微的颤抖 这一刻 韩非宛若神灵 盘踞天地 一身金光璀璨 无法直视 甚至都不需要韩非开始步道 都已经有道运异散 孤独 人族这边 音月他们是第一次看见韩非这种状态 眼中是自豪 无与伦比的自豪 而人族强者们 有些甚至泪眼盈眶 虽然上一次 韩非翻手 坠面重开天境强者和六万波辟海强者 让他们心生震撼 但那会儿 他们其实看不真切 因为他们的实力 还没资格看清韩非的战斗 但现在 一尊万丈巨人 出现在眼前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震撼的 只听韩非声音在天地间回荡 往后 人族强者以及聚精堡垒众人 当相互扶持 相互成长 无将不令传授珠般大树 无药儿等 人人辟海 甚至 在多年后 无怨人人开天 重新成为 海界的霸主 创人间盛世 韩非的这句话 预算大到气韵 听得所有人精神一阵 甚至其中不少人 脑海中尽直接攻划出一个盛世场景 自己威灵天地的错觉 可万万不能小看这一句话 许多人听闻后 只觉到心松动 似乎要更进一步 在海界之人 谁不知道到心南境 可韩非一句话 竟让他们到心松动 甚至有人到心已经更进一步 这还没开始不到呢 到心就先进一步 那一刻 韩非只感觉久违的怨力 正疯狂汇聚 离开了暴乱沧海 韩非已经感受不到暴乱沧海那边的怨力加持了 而此刻 自己终于在海界 也拥有了自己的怨力来源 虽然相对来说没有很多 但万事总有第一步 他日收服时荒者之城 还会缺这点怨力吗 没管这茶 韩非直接就开始不道了 只闻天地兼有轰鸣之音 大道无形 道心无常 这时尚 能不道者太多 但多如周晶晶他们这般 讲着讲着就没效果了 而一直讲一直有效的 自然就会迅速崛起 比如 全盲山峰 幽灵海峡 天国之门等地方 所以 指望通过步道 追上这些超级势力 那是不可能的 但好就好在 不论是巨金堡垒 还是人族这边 实力相比于那些超级势力 还是太弱 所以 他们的成长空间就极大 突然步道一下 效果其实要远胜这些超级势力 仅从韩非步道半个时辰开始 就有人突破了 掀起了灵气风暴 有人悟道 有人到新大境 一天后 几乎可以说 人人皆有收获 不能说全员 但可说八成 到新大境 尊者境之下 频繁突破 有人甚至连跨三境 当韩非停止步道的那一刻 几乎同一时间 有五百多人 竟要同时辟海 还有三千余人 要跨入尊者境 甚至 还有五人 竟然想要开天 不过被韩非给压了下来 开玩笑 这么随随便便的开天 后期就废了 只听韩非道 凡事可以压制修为者 皆需压制 劫 就在那里 早晚可渡 但当下越强 渡劫后也就越强 莫要提前消耗后期的潜力 终于 在韩非的压制下 只有一位人族强者 因为实在压制不住 韩非带他去开天 还有一百余尊者巅峰 因为到了契机 所以不得不辟海 其他所有人 都被强行压了下来 但是 今日一次步道 韩非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 直线飙升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2518章魔神海域 乌银矿区 周晶晶深深地吸了口气 有些错愕地看着韩非 诧异地说道 我们现在的实力 足以在无银矿区立足吗 韩非之前倒是没了解过无银矿区 于是疑惑道 你很惊讶 怎么 你对无银矿区有什么了解 却见周晶晶道 倒是没去过 但是听过 光眼上有很多关于无银矿区的传闻 据说无银矿区是东海神州 除了天坑世界外 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天坑世界是战场 日日搏杀 陨落的人自然是多的 但无银矿区 不能完全说是战场 那是一个及东海神州各大势力 汇聚于一起的资源争夺之地 为了争夺矿区资源 各大势力 种族 海盗 冒险者 探索者 甚至是神兽 凶兽在那里名争暗斗 厮杀不断 听说 为百年 东海神州其他各地 要往无银矿区输送至少十万开天境强者 替海静更是不计其数 嗯 听周晶晶这么一说 韩非倒是来了兴趣 他不禁诧一道 无银矿区那地方有啥 怎会吸引如此多的强者前去 周晶晶斩钉截铁道 昔日 或许是在上百万年以前了 据说无银矿区曾发生超大规模的神魔大战 参战的 还有神兽和凶兽 说是神灵骸骨 鲜血 倾洒大地 和那里的地脉交融 诞生了许多奇珍异宝 金矿神物 在那里 十地九凶 至今为止 无银矿区被开采出来的地方 据说都只有百分之三十 其他地方 全是未知区域 全是未知区域 韩非皱着眉头 神灵之站在凶 事隔这么多年 难道帝尊去探查 还能探查不出各所以然来 怎么才开发百分之三十 周晶晶 帝尊不敢去的 历史上记载 帝尊极强者 去了甚至要比开天境更危险 雨落在那里的帝尊 根本数不过来 久而久之 帝尊根本不管无银矿区 只会派遣开天境前往那里试炼 而且 韩非皱眉 什么 有话就说 周晶晶 前往无银矿区的开天境和辟海境 据说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据说 特别极端 比如 一些无法开天的辟海境 一些强到了极致的辟海境 他们就会去无银矿区 比如 一些不想花费长时间修行 想走极端的开天境 一些差不多要老死的开天境 一些开天境中的疯子 他们也会去到无银矿区 听说 无银矿区的人 比天坑世界那边的参军者 疯狂十倍 狠辣十倍 久而久之 哪里就成了兄弟 韩非心头一动 怎么快速提升实力 周金金 听闻主要是无银矿区的金矿 可以辅助修行 偶尔还会有一些神之结晶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神灵精血化生的异宝 具体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 去了无银矿区的 似乎也不肯提及 好像那里是一个世界 海界又是另一个世界 凡是能从那里或者走出来的 好像都特别狂傲 神之结晶 韩非心头一动 不由得舔了舔嘴角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值得很多人去冒险 但是 韩非以为 周金金没有去到过那里 所以对无银矿区过于畏惧了 如果真的人命不当人命 那边人早就打没了 所以 只能说 那地方相对危险 还没到绝地这个级别 韩非心头一动 你说 无银矿区那边有很多海盗 周金金连连点头 海盗成团 他们的组成非常复杂 听说神兽 凶兽 无数种族 混杂在一起 没有讲究 韩非咧嘴一笑 能够快速提升实力 这难道不相吗 周金金看韩非眸中境出现激动之色 神色复杂 看来自己的告诫 韩非完全没有听进去 只听他道 任黄大人 虽说我们现在是一股不弱的势力 但是相比于无银矿区那边的势力来说 我们还是太弱了 屁海径在那边 死伤率是特别高的 周金金的言外之意 我们那么多屁海径强者 根本不够打的 而韩非却淡淡说道 知道怎么样可以实现超速成长吗 杀人 这是最快的成长方式 这世界本就这样 一条登天之路 亿万人争抢 无数人前赴后继 为了什么 为薄一线生机 薄那一万分之一的几率 韩非斩钉截铁道 我一已决 就去无银矿区 还有 你知道魔神海域吗 周金金点头 知道 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 可以称之为东海神州第一决地 目前为止 没见过有人进入神魔之海 还能走出来的 这么邪性 韩非本来还想先走一趟神魔之海 把老乌龟给捞出来 但被周金金这么一说 压下了这个念头 他大概知道 神魔之海应该是一处蜂魔之地 那里可能有绝世封印 封藏着无数魔头 从一开始 韩非就觉得老乌龟不简单 当初老乌龟出现的时候 如果不是小葫芦 它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即便丢失了大量的记忆 老乌龟仅凭一缕残魂 都能迸发出开天境的超凡力量 可见这老家伙实力肯定是不弱的 虽然自己问老乌龟大量的问题 他都回答不出 但这老家伙据说活了数百万年 韩非以为 这思在不济也是个化新强者 在张大千分身出发的时候 韩非和他有过一次信息同步 本以为 混沌废徒有一条路可以穿过神魔之海 到达无垠矿区 但是 其实不然 张大千的行动路线 是沿着神魔之海的边缘地带行进 这条路极少人问津 可以绕到神魔之海的和无垠矿区的接壤之地 根据张大千分身的信息 石荒者之城的占领的矿区 就比较靠近神魔之海 韩非心头一动 此路随我而行 我们贴着神魔之海的边缘走 一年后 因为韩非他们是一路走 一路带着巨金堡垒的所有人修行 所以速度难免就慢了 甚至要比张大千封神他们都慢了一截 终于 在一年后的某一天 忽然间 老乌龟突然苏醒过来 只听老乌龟道 韩非 是不是到神魔之海了 一定是到神魔之海了对不对 韩非差异道 你怎么知道 韩非心说 的确 按照行程 明天就到神魔之海了 要绕过这片地方 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只听老乌龟道 我感应到了 本黄感应到了身体对我的呼唤 绝对是 不可能有错 嗯 韩非心头一动 这怕是隔着无数层封印的吧 这也能感受到 韩非 别激动 我们的确是要到神魔之海了 但是要不要进去 什么时候进去 需要看情况 老乌龟一时煎激荡的 有些不能自己 对对对 不能随便进 很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印象里 好像有很多大魔被封印在里面 哎 被谁封印的来着 呀 反正那里面这鸭珠魔 咱们必须慢慢研究 试试看能不能从外部破开封印 韩非吃笑 你又不是本体 凭你现在这开天境的实力 你还想从外部破开封印 你想屁呢 然而 老乌龟却道 本黄可以献祭啊 本黄既然感受到了本体 那本体也可以感受到本黄 只要通过一次献祭 本黄可以得到补充 本黄可以快速成长不说 还能获得不少记忆 嗯 还能这样 韩非心头一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一世 老乌龟的本体 如果能够通过献祭 和现在这残魂进行一个交融 说不定能获取到不少神魔之海的信息 如此 自己就对神魔之海多了不少的了解 韩非也是心头一荡 好 那明天 吴 最多三五日 我带你走一趟 次日 当韩非他们看见 有垂天黑云 从天穷蔓延至海面 他看见了水天一色 如同末日般的诡异景象 就像是 超级飓风来前 黑云压城 笼罩万物的景象 走在这里 韩非感受到 体内的灵气 出现了流逝 这里的海水 再往那黑云笼罩之地流去 忽然之间 就看见一下子出现了 十一道黑暗锁链 如同神鞭 从那黑云中弹出 直接抽象了韩非他们 是的 因为在那一刻 韩非他们同时 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试图用感知 查探一下那黑云 然而 在感知触碰那黑云的瞬间 有黑暗锁链 破虚而至 直接抽象了韩非他们 却听周晶晶或人惊呼一声 传说中的索命神链 不好 快退 说时迟 那时快 只见韩非突然抱起 一刀直掠长空 瞬间斩断时到感知 在感知破碎的那一刻 那些锁链在半空中 就直接化成了虚无 扑 所有人全都口喷鲜血 遭受到了反噬 音乐 任黄大人小心 周晶晶和红月他们 都震惊地看向韩非 是的 韩非斩掉了别人的感知 但独独没有斩断自己的感知 只见他凌空而上 单手扣向那黑暗锁链 如鲜魔碰撞 第2519章老元的本体 那一瞬 当自己虚空大手扣住那黑暗锁链之时 只感觉力量在飞逝 像是被这锁链给汲取了一般 他感觉整个人 都有种要被拖拽进入神魔海域的感觉 翁 那一刻 韩非运转大道 五倍综合战力叠加 猛一扣手 捏爆那根黑暗锁链 后方 周晶晶 红月等人 面面相去 这黑色锁链有多可怕 他们是知道的 刚刚那一瞬间 他们被那锁链盯上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要死了 逃不脱了的那种感觉 然而 韩非竟然能抓碎那锁链 其强大可见一斑 只是 韩非并没有半点得意 因为在这根锁链破碎之际 一连破虚扣来三根锁链 而且 有虚空道文在虚空蔓延 竟然一瞬间就烙印在了锁链之上 韩非一拳轰出 星辰拳术 狂暴无比 宛若星辰绽放 威力无边 然而这一拳击出 竟然直接被锁链掠走一半的力量 虽然这三根锁链同时爆碎 可下一秒 数以千计的黑色锁链 透过黑暗 朝着韩非洗剪而至 韩非大喝一声 所有人 退 在看见这一幕的时候 周晶晶直接喝道 所有人 立刻归来 试炼终止 这是他们第一次 见识到神魔之海的可怕 这还只是在最外围 因为感知触及 就被这诡异的锁链追杀 关键是 韩非不知道也就罢了 但周晶晶竟然也不知道 他自然是听说过 所命神炼的传闻 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就出发了 我他妈就只是单纯的用神魂感知了一下而已 至于吗 人黄大人 音乐等人试图上来 却被韩非喝退 不要过来 完了 韩非手中竟出现了一柄石锤 那一刻 众人只觉得眼花 仿佛出现了万千道人黄虚影 极限之锤爆发 只听当当当的敲击声 不觉于耳 韩非边战边退 不敢怠慢 终于 当韩非退到一定范围之内的时候 那所命神炼才化作漫天道文 被重新吸收回那黑云之中 卧曹 老元 你以前也没说这神魔之海这么危险啊 韩非有点悚然 只是一个感知的试探而已 差一点导致距今堡垒全军覆没 这不是坑爹吗 韩非当即喝道 所有人 和这片黑云保持十万里以上的距离 此刻 韩非手中大锤消失 在看向神魔之海的时候 眼神都变了 老乌龟声音响起 不要激动 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神魔之海外面的模样 更不知道还会有这道文锁链 不过总算是有惊无险 韩非扯了扯嘴角 这要是哥普通人 已经被拉进去了吧 不是韩非吹鱼 他肯定 被这锁链拉进神魔之海的人 绝对不在少数 好奇心 人皆有知 当有人第一次看见这种神奇的场景之后 难免想要一窥究竟 这也就使得 刚才包括韩非在内 所有开天竞拳都中招 没有一个信念的 韩非脸色微变 老元 要不你就在这边献祭 等献祭完了 我们快速跨越神魔之海 这玩意你让我现在去 不现实 我连人族都还没救呢 不能陷落在这鬼地方 老乌龟 我知道 的确是有点可怕 只是 这里和我肉身的感应并不明显 可能还要绕着走一段时间 韩非 行 转头 韩非对着周金金道 让所有人回聚金堡垒 停止失恋 准备全速前进 尽早绕过神魔之海 是 人皇大人 这边 所有人都在紧急回归之时 有些屁海竞强者 已经看见韩非黑暗锁链交战的画面 尽管他们已经努力保持平常心 但还是再一次被震撼到了 而人族强者 则无比地自豪 虽然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韩非的真正实力 但是他们却多有估计 在他们心中 韩非的实力 是合照洪荒一个级别的 他们更愿意相信韩非更强一点 毕竟 韩非是第一个带着人族 对抗拾荒者之城的 内心把韩非假想得有多强的都有 甚至有人坚定地认为 韩非是帝尊无疑 韩非莫名又收了一波怨力 也没在意 这一次只和周金金俩人赶路 绕着神魔之海走了一圈后 韩非发现这里的危险 大危险倒是没有 就是一种名为魔潮的藻类植物太多 这些植物有些上面竟然有到文家池 越是靠近神魔之海的那片黑色云海 这种魔潮的力量越强 等级也就越高 不过 要说危险 其实也就对屁海竟有点危险 至于其他危险就没了 环绕神魔之海虽然没有危险 但是也没有宝贝 比如矿脉 比如林果 比如地脉 比如林泉之类的 要啥啥没有 堪称海域最贫瘠之地 毫不为过 韩非估摸着 怕是就连海盗 都不愿意来这丑一眼 直到两个月后 坐在聚精之上的韩非 豁然睁开双眼 只听老乌龟道 到了到了 我感觉到这里来自本体的召唤 最为强烈 韩非心头一动 却见他豁然起身 看向身边有些疑惑的周晶晶道 去五百万里之外等我 周晶晶不明所以 以为韩非发现了什么不对劲 只是朝着魔神之海看了一眼 也没多问 就继续往前而去 在确认周晶晶看不见自己 韩非心念一动 一只老龟出现在这韩非身边 不得不说 龟类的兽元 简直超乎想象 老元夺射来的身体 经过自己本命星辰的洗刷 到现在还算是年轻状态 当老乌龟神魂归入这具肉身后 实力竟直接来到了化心边缘 这些年 老乌龟并未修炼 因为这具肉身 承载不了他的成长 所以他就一直在睡觉 此刻 老乌龟深吸了口气道 韩非 我要献祭我的这具肉身 作为桥梁和本体建立联系 可能 回头我又只能剩下神魂了 韩非耸了耸肩道 反正这具肉身对你来说 已经没什么用了 他能到开天境 已经不凡 老乌龟点头 下一刻 他就没再理会韩非 只见他背甲之上 出现了无数繁杂的天地道文 整个人画作巨龟本体 一连128道阵文浮现在背甲 脑袋 四肢等各个角落 韩非看见 老乌龟的神魂离体 然后开始扭曲 约莫过了三百余夕 韩非轰然看见老乌龟的神魂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强 无边的黑雾从老乌龟的神魂之中 往外溢散出来 一股滔滔胸威 在此间绽放 孤得 就看见老乌龟的神魂 凝成黑雾龟影 而他这具开天境肉身 竟被无形的力量给腐蚀掉了 那一刻 神魂开眼 韩非仿佛透过那一双龟眼 看见了在那无边的黑暗中 一只全身包裹着黑色烈焰的乌龟 胸威赫赫 这是老原的本体吗 那一刹那 韩非仿佛不认识老乌龟了一般 但好在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 迅速的就消失了 然后 韩非就看见被黑烟包裹的老乌龟本体 震动起来 他似乎张开了嘴巴 对自己说了什么 只是 韩非哪会读龟语 好在有道文浮空 韩非依稀从道文看出几个老乌龟想表达的字 最先显露出来的 那是一个魔字 魔 魔神吗 跟着 出来了一个神字 韩非心头一动 魔神 魔神是哪位 魔神怎么了 老原 咱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然后 道文又形成了另一个字 一个战字 这时候 韩非看见老乌龟的神魂之眼 已经有些浑浊 那边似乎也急了 拼了命的疯狂震动起来 那一刻 韩非看见了那于黑眼中的老乌龟 体表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锁链 捆覆着他 在那最后一刻 韩非看见了他已到文写下的最后一个字 一个鱼字 韩非还想看 但是 老乌龟的神魂之眼 已彻底浑浊 啥也看不见了 魔神战瑜 韩非心头一动 这句话其实还算比较明显了 后面应该是跟着一个地名 魔神战于什么地方 只是 要告诉自己魔神战于什么地方干嘛 这个问题 等自己得空跟大师兄他们问问 或许能有答案 而这时 老乌龟清醒了过来 虽然他的肉身没了 但是他的神魂之力得到了补充 竟然是一部分阳神显化 韩非当时眼皮就微微一抖 阳神 那至少是化新后期才能修出来的 也就自己特殊点 这意味着 老乌龟实力最低是化新后期 但是 老乌龟本体还被困于魔神之海 而且能以道文对自己传递信息 说明自己眼前这老乌龟的阳神 只是他的一部分罢了 这么一看 老乌龟至少就化新大后期了 只听老乌龟忽然怪叫一声 不行不行 这尊肉身的力量太弱了 通过魔神海域的封印 我能得到本体的回补力量太少了 韩非 我带来不少记忆出来 哈哈哈哈 本皇不是普通的开天境 本皇是化新大圆满 韩非嘴角抽了抽 连有理会老乌龟 而是问道 既然你可以带记忆出来 刚才你本体为什么要给我传递消息 给你传递信息 韩非顿时一愣 忽然打亮起老乌龟 心头产生了一个怀疑 老圆 恐怕只是一道分身啊 第2520章老圆的身份和无银矿区 老乌龟见韩非看自己的眼神古怪 他不禁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只听他弱弱道 你怎么了 韩非神色复杂的看着老圆道 老圆啊 你知道魔神吗 老乌龟愣了一下 然后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知道魔神的存在的 韩非无语 他心中这个预感就更强烈了 没有理睬老乌龟 他又问道 老圆 你知道魔神站于哪吗 老乌龟愣了许久 魔神站于哪 那肯定 哎不对 那可是魔神 我都没见过 我怎么知道他老人家站于哪 再说了 魔神那可是一位真正的神灵 平生战斗多了去了 谁知道你问的是哪场战斗 这时 韩非微微一叹 又道 老圆啊 你和自己的本体建立了联系 获悉了哪些东西啊 老乌龟勾起嘴角 那就多了去了 我发现自己的本体内还有不少的神魂残留 这部分神魂当初没法穿越那么几重空间避障 到达你们那小世界的 这一回 可以说我的记忆 补充了数倍 我的本尊 乃是化心大圆满的强者 我走的路 所修之功法 竟是完美的平衡之道 而且 最不可思议的是 我发现自己并非只走了一条大道 所以我又走上了一条新的大道 新的大道 这新的大道 似乎更加印证了 韩非的猜测 只见韩非眼皮直跳到 老圆啊 那你知道自己怎么被锁进这神魔之海 神魔之海里又有哪些魔头 老圆刚想吹嘘 但是脑子一动 赫然发现 每当自己眼前浮现一些生灵 一些熟悉的面孔时 却忽然被某种力量给压住 那种感觉 就好像梦见一个模糊的画面后 忽然就停滞了 脑子自发性的抗拒往下回忆 老乌龟低喝一声 不能够啊 我明明记得的 我刚刚还想跟你说来着 老乌龟努力的想要回忆 可是偏偏就是什么都没能记起来 倒是关于海界 关于修行 关于地尊强者 关于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自己记忆地就非常清楚 老乌龟亥然道 定是这神魔之海 有某种诡异的力量 竟拦截了我的记忆 致使我根本无法回忆起一些事情 而韩非现在的心情 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老乌龟知道自己太多的事情了 练妖狐这事 老乌龟就知道 是除了楚浩之外 唯一知道的人 然而 老乌龟若是一句分身 那么这个秘密 岂不就被老乌龟真正的本体给知道了 分身和主体是两个概念 想象老乌龟初始时候的凶狂 残暴 很辣性子 就可以联想到自己刚才看见老龟的脾性 这也就是他现在被封印于神魔之海 要不然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 韩非再是想一下 如果只是分出去一道分身 就可以穿过多重空间避障 那么他的本体会弱 再联想刚才那尊本体 韩非忽然道 老元啊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化心大元满强者的 老乌龟正好不想回忆那些记忆 于是道 我自己的实力 我能不清楚吗 而且我跟你说 我不是一般的化心大圆满 我的龟甲 夺天造化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有多强 不是我跟你吹 我能屁海斩正道 老乌龟一脸骄傲和得意的神色 只是他吹着吹着 发现韩非似乎很平静 竟没有半分惊叹的意思 不由道 你怀疑我说的话 韩非神色复杂的看了老乌龟一眼道 我丝毫不怀疑 我觉得你比自己以为的更强 老乌龟顿时一脸得意 然而 韩非下一句话 让他浑身悚然 只听韩非道 老元啊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可能是一道分身啊 韩非的一句话 给老乌龟震住了 他先是错愕 然后怒气冲冲道 不可能 本皇强大无比 有大地之姿 怎么可能是一道分身 然而 韩非随口补充道 老元 你还记得咱们最初相识那会 那会问你问题 你是一问三不知 但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普通的皇者 还有 那会你说自己孤注一掷 神魂全过来了 只有肉身还被封印着 现在又突然有神魂了 大道还续上了 就没点猜疑 老乌龟愣住 然后道 那也不可能 本皇是可以修行的 你忘记了 本皇可是随便夺射了一只乌龟 一路修行到开天静了 就问你这天父 强不强 分身他能修行吗 分身就只是分身而已 韩非 那有没有可能是身外化身 老乌龟 怎么可能 我刚刚都能跟我的身体交融了 明晰很多大树 回忆起诸多往事 韩非 老元啊 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我说我刚才看见你的本体 在偷偷对我说话 你信是不信 抓那一瞬 老乌龟莫名开始颤抖起来 有些悚然 有些恐惧 只听他声音都有些颤抖 韩非我警告你啊 虽然本皇现在打不过你 但我此刻的神魂之力是异常强大的 已经达到了化新大后期级别了 老乌龟开始不安 暴躁 想避开韩非的问题 他不愿意也不肯相信韩非说的话 只听韩非悠悠一探道 老元啊 咱们主仆一场 你觉得我会哄骗于你 刚才 你的本体 开口对我说了四个字 便是魔神战鱼 战鱼哪 咱不知道 但这时肯定会有人知道在哪 所以早晚还是能查到的 问题是现在你还想把本体找回来吗 老乌龟被韩非灵魂疑问给问住了 如果韩非所说的是真的 那么细思极恐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老乌龟沉默了片刻 忽然道 你此行 去无银矿区 韩非点头 不错 还是先去无银矿区吧 我怕这神魔之海 进去了 也就出不来了 老乌龟 那先不急 先去无银矿区 在我的记忆中 无银矿区的存在 是十分的悠久的 这里早在数百万年前 就一直大凶之地 但那会儿 无银矿区的探索 绝对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区域了 到了现在这一带 竟然只探索出百分之三十的区域 只能说明现在的海界 弱爆了 韩非没头一挑 百分之七八十这么多 你确定 老乌龟 当然 我记忆中 曾在无银矿区找了个绝顶大卖 睡了十几万年 后来有人侵略 我才被迫离开 那会儿 无银矿区就开拓了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后来我虽然没回去 但是听说那里大战频发 有时候甚至还会有神灵参与其中 但我知道 那是他们在争夺矿区里的质保什么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 无银矿区可不止是有神灵留下来的神之结晶之类的东西 那里有神灵都想获得的质保 至于有没有被神灵带走 那就说不好了 韩非顿时眼睛一亮 所以说你其实对无银矿区很熟悉 老乌龟 熟悉 虽然本黄长一睡万年 但是找睡觉的地方也很重要 所以 整个无银矿区 我至少探索过百分之五十的区域 哭 韩非顿时就深吸了一口气 如果这样的话 无论如何 老乌龟对无银矿区的了解 要超过现有的所有势力 韩非不禁眼神发光 老元 无银矿区当初有什么限制吗 毕竟你那会都数百万年前了 据说现在的无银矿区都没有帝尊过去探索了 说是一不小心就可能陨落在里面 只听老乌龟道 陨落这很正常啊 无银矿区是有一种矿妖存在的 你或许不知道什么是一种矿妖 比如帝尊死了 死在了一处矿脉深处 然后那里的矿脉 就有可能修复他的肉身 并带生新的魂体 那么 这位帝尊是真的死了吗 不 他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活着 说不定 他的肉身里面还藏有昔日的神魂 等待着反噬 重新出世 还可以这么玩 韩非震惊 这特么 岂不是说这些一种矿妖 可以直接成就帝尊实力吗 老乌龟哼哼道 有何不可 我怀疑 现在的无银矿区深处 说不准就存在 神灵级别的矿妖 当然了 想要驾驭神灵级别的矿妖之体 不是寻常诞生的灵智就可以驾驭的 所以 纵然这里真有神灵级别的矿妖 可能他的灵体什么的 也不够驾驭神灵之体 当然了 这并不是最可怕的 如果有一种极端情况 那就可怕了 韩非不禁吸了口气 这特么还不是最可怕的 韩非 还有什么比这更极端的 老乌龟 当然是那些神魂未灭 残魂仍在的神灵 那种矿妖吗 如果能夺取到一尊神灵级别的 又和自己契合的肉身什么的 那几乎就可以神灵再生 众归神位 当然了 这种概率太低太低了 我猜测 现在这矿区 应该是没神的 但大地级别的矿妖 可能会有 韩非则不觉得 一切都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什么诸神陨落了 谁看见神灵真的就陨落了 没亲眼看见 就不要胡扯 韩非 老元 你对帝尊很熟悉 你以前可说见一念帝尊都难 现在都开始谈论神灵了 这跳跃的是不是有点大 老乌龟被韩非这么一说 神色古怪 这一点 他自己都不好解释 不过 老乌龟就看向韩非 你的身外化身 将来准备怎么办 韩非笑道 我和你不一样 我的身外化身 你应该了解 是我主神魂分离出去的 从某种意义上 那不是身外化身 那就是我 但是 你也知道 炼制身外化身 也有非主体神魂 分离出去的情况 怕就是怕的这种 一旦你不是主神魂 分出去的 而是通过某种方式 诞生的自我意识 或者是磨灭了神魂 印记后的全新神魂 那么 一旦融合本体 你怕事就没了 老乌龟点头 他不敢赌 因为 主体神魂分离神魂出去 创造身外化身 对主体神魂的需求特别多 肯定会导致实力大大降低 韩非当初就是这般 创造哪吒分身的时候 本体神魂之力 大打折扣 是靠机缘众多 才把失去的神魂之力补回来的 韩非不禁有些同情老乌龟 因为如果是主体神魂创造的身外化身 那么信息是和主体同步的 两者可完全视作一人 而非现在这般 老乌龟和主体之间存在着记忆隔阂 似乎信息也不能完全同步